香港立法會在6月17日開始審議港府提出的2017年特首普選政改方案的決議案 親政府的建制派以及爭取真普選的泛民主派之間兩年多以來的對決將會分曉 支持和反對政改的兩大陣營在星期三都動員民眾在立法會外集會造勢 交由立法會討論的一項普選政改方案將容許選民直接投票選出香港特首 而不是由一個1200人組成的親北京選舉委員會 根據中央政府設定的指導原則先推舉幾名候選人 然後選民只能從推舉的候選人當中投票選舉特首 泛民主派領袖指責現有的特首選舉方案是假民主 認為中央政府違背當初作出的最終讓香港享有真正普選權的承諾 泛民主派抗議人士姚女士就是這樣 我知道政府這個普選方案是欺騙我們的 即我們不可能真的投到我們想投的特首 所以我們要反對這個普選 方案表決預計在這個週末前進行 香港政府需要至少三分之二或七十位議員當中的 四十七票的支持方案才能夠獲得通過 不過擁有二十七票的泛民主派議員誓言要行使他們的否決權 他們每個人都抱著一個標有絕交叉的票相 意指是要否決這項的方案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呼籲議員對政改方案投贊成票 為香港的民主發展 為五百萬名合資格選民的投票權 為全港市民的利益和福祉著想 我再一次呼籲各位議員 投下神聖的支持票 支持特區政府提出的動議 如其落實普選行政長官 而另一方面 在香港涉嫌村謀製造炸彈案被捕的十名疑犯 其中六人在17日被壓送到香港官堂裁判法院提堂 分別是五男一女被告 被控一項村謀導致爆炸或製造 存有炸藥意圖危害生命或財產罪名 根據控方透露 當中有被告有同類案件的犯罪記錄 協調 喔